大家好,上一集我们有提到你要买楼或者跟银行信贷的时候有什么要留意的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DSR 也就是上运贷款比率 这件事是银行评估你有个超业的限制是否提到款 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下如何计算这个DSR 首先你先要将你的总收入写出来 比如说你向一间公司上班的话是拿着5000元的比率收入 或者你也有些允许的允许的允许 所以你的总收入就有5500元 5500元我们要拿多少来计算这个DSR呢? 其实你是扣一个20%上来的 不是加的银行也是一定20% 有些20和30的 基本上都是我们先拿个20% 你的生活费用来的 你的净收入就剩下4400元 剩下4400元就是你可以拿来做贷款的了 我们现在计算一下 究竟通不通我银行的DSR呢? 基本上DSR就是你的开销 除你的net income净收入乘100 你就得到这个数目 这个数目是不能超越70%的 因为如果你超过70% 就不会借贷给你的 这里我会做两个例子给大家看 一个是可以通货 一个是不可以通货 基本上你每个月的所有工的东西 例如我简单来说是拿几个 车期来说你是在供700元的车期 如果你有信用卡 每个月都要还 我会拿一个300元来算 信用卡很简单 例如你还欠5千元来说未还 你就得到最低5% 就是你每个月要执行的 在这里 这个是你的公车 公卡 以及你已经找到心仪的家 你想借银行 你也知道一个200元 可以供多少钱 比如说要供1800元 就是你新的家 你的New Loan 总数是2800元 2800元除了4400元 是你的Nate Income 还有我们说过 你的Nate Income 是4400元 2800元除了4400元 是等于63% 63%是少于70% 基本上你是通过贷款的require 现在我举了一个例子 是不批的 是超过了我 比如说你同行是公车 但公司高了一点 是1000元 你的卡数每个人要收到500元 再加上你新的贷款 是2300元 你加上你总数就是3800元 如果有计算机会 你哪一提 你可以按一下 再除了4400元 你的净收入 这里是得到一个86% 如果是86% 是超过78% 基本上这个Loan 是不批给你的 有什么方法呢 其实还有些事情可以做 能够给你的DSR更高一点 就是如果你有做part time 有part time的证明收入 例如一些做数的 做account 去同公司做底薪 同时也在拜六礼拜 有帮其他公司 入区的成本 去做part time 每一间公司有出量 给你几百元 那样是优秀的 裁 ye 都可以增加你的收入 除了part time income 也也有个家民 úbib讲 boundaries 包括你的DXR,你的part time,你的租金,或者你年尾有个花号 在你银行证明公司有给你这个花号 亦都可以是一个support document 或者你有fixed deposit,亦都可以帮助你这个DXR提高 这是几样可以提高的 今天我想送一个magic number给你们 如果收入和扣除我的开销,我可以借到多少钱呢? 这个是一个问题,可以借到多少 今天我就打算送大家的magic number 这个magic number就是这样 比如说,和我们拿正面的例子来说 你的magic income是4400 你供车扣了1000元,你的信用卡扣了500元 当然如果你有personal loan,或者是供家 或者你还有什么贷款,你全部都要加进去 或者是简单做两个例子 如果你有所有的工的东西都要加进去 才会得到一个正确的net income 比如说你4400元扣了1000元,再扣你公卡500元 剩下290万元 这个magic number,今天我是针对 如果你的贷款期是可以去到35年或者70岁的话 你可以拿一个magic number,成一个200元 这样乘一个200元,2900元,乘一个200元 基本上你就大概知道你自己可以有580千元的贷款額 这样你说,是不是我不同年龄 或者贷款不同的年数期限都一样用200元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针对你的年龄 或者是你贷款期有多少 这个数字可以是190,180,150,150 如果你想针对你个人的年龄 或者贷款期的话 你可以留言给我 我会认为你解答 今天这里就是和你分享了这个DSR的计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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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